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许此韩信被封为韩王 为了区分二人 一般称他为韩王信 另外 那个兵先韩信 此时也还没有被杀 韩王信无力抵挡匈奴的入侵 便多次派使者请求和解 刘邦准备发兵救援 但得知韩王信频繁与匈奴互通使臣 刘邦便怀疑他有二心 因此先派人去责备他 刘邦信的封地原本在洛阳附近 刘邦忌惮他占据了这些战略要地 于是把他的封地改为了太原郡及其以北的地区 现在韩王信又收到了刘邦的责备 他非常不安 认为刘邦先是猜忌自己 现在又想找此借口 白杀害自己 当时匈奴人攻打甚急 韩王信于是带着封地直接投降了匈奴 韩王信投降后 末都蝉鱼便挥军南下 征服了那些不肯投降的县城后 占据了包括晋阳在内的大面积土地 面对大变国土的丢失 刘邦当然不会坐视不管 第二年 刘邦集结大军 御驾亲征太原郡 随行的主要谋士是陈平 刘靖 将领有樊快 冠英 夏侯英 周伯等 汉军进入太原郡后 接连取胜 这里着重看下战功最大的周伯的进攻记录 实际 周伯诗家中记载道 周伯先领兵降服了霍仁县 在向北一直到达五全 在五全北与匈奴的骑兵发生交战 周伯击败了他们 随后 周伯又南下转移到同堤 与韩王信的军队展开作战 汉军肆意穿插 如入无人之境 原因大概有二 其一 匈奴人当时并不习惯定居在城池之内 匈奴人征服掠夺了当地资源后 并没有驻军把守城池 其二 各处县城大多只是被迫投降匈奴 如今汉军抵达 自然不会自发阻击他们 周伯等人与韩王信的主力在同堤发生交战 这一战重创了韩王信的有生力量 其部将王喜被汉军斩杀 韩王信向北败逃 那么按此记载来看 汉军应该是分兵了 同堤之战可能是韩王信被汉军南北给夹击了 韩王信逃往匈奴后 他手下的将领王皇等人 拥立赵王的后代赵立为王 他们重新收拢走散的败族 屯住在广武西南 与匈奴结盟 共同抵挡汉军 莫都禅于派左右先王 统帅一万多名骑兵与赵立会合后 共同南下阻击汉军 因为匈奴人都是游牧清骑兵 登墙防守并不是他们的强项 下后英烈传中记载 匈奴人与汉军在济阳旁展开激烈交战 汉军参与战斗的还有周伯和冠英 此时距离刘邦攻灭项羽 仅过去了两年多的时间 汉军的战斗力非常凶猛 匈奴人被杀得大败而逃 汉军乘胜追击 先后在黎石和楼阪西北再次击败了他们 周伯所部立功最多 被刘邦牵身为太尉 当时恰好碰上天际酷寒 天下大雪 士兵动掉了手指的占十分之二三 汉军这才没有继续向北追击 太原地区被收复后 刘邦于是进驻到了晋阳 不久后 墨都谗余也亲自领兵 驻军在霍仁县附近的戴谷 刘邦听说墨都就在离晋阳不远的戴谷 于是想乘胜去攻打他 墨都当初是复夺位后 趁中原楚汉争霸之际 收复了当年被秦国蒙田所夺取的大片领地 匈奴部在他的带领下日益强盛 拥有能拉弓射箭的军队多达三十余万 刘邦此次出征虽然也带了三十多万人 但也没有必胜的把握 于是先派人去出使匈奴 趁机查看墨都军中的虚实 墨都非常精明 他见汉军来时 故意把他精壮的士兵 肥壮的牛马 全都隐藏起来 并把前些日子拜逃回来的残兵和瘦小的马匹给使者看 记载刘邦先后派了十多批使者 他们都回来报告说 匈奴人虚弱不堪 可以攻打 当时刘靖也被派出去出使 刘靖本姓楼 被刘邦自姓为刘 通常所说的楼靖也就是指的他 刘靖可能查探的比较仔细 还没有回来 刘邦见十多批使者 都说可以打 便出动全部兵力三十二万 向北攻打匈奴 刘靖回来 在半路碰到刘邦后报告说 两国相攻 这本该炫耀显示自己的优势 但现在我到匈奴去 只看见瘦弱的牲畜和老弱的士兵 这必定是视若诱敌之计 从而埋伏骑兵 以争取胜利 我认为 匈奴不能攻打 这时候 汉军已经出动 这番话如果是当众说出 将士们必然会有所顾虑 对士气会有影响 记载刘邦大为恼火 直接当面骂刘靖说 你这个齐国的恼种 不过是靠着耍嘴皮子得到了一官半职 现在竟来胡言乱语 阻挠我的军队前进 于是用刑具把刘靖拘进到广武 等获胜后再回来处置他 按后来的记载看 刘邦大军北上时 莫独也带人往北方的平城方向退去了 不知道刘邦是出于什么心态 可能看到匈奴人接连战败 如今得知汉军北上又怯战撤退 刘邦也想当一回风一样的勇士 这次便没有坐镇中军 而是带领先锋部队跑在最前面去追击匈奴人 后方主力步兵被远远甩在了身后 刘邦率先抵达平城后 莫独已经在附近集结了四十万大军 他们看到刘邦后 一窝蜂地从各个方向冲了过来 刘邦惊恐万分 连忙带领部队跑到了旁边的白灯山上 上山的路就那么几条 汉军没有退路严防死守 以轻装为主的匈奴人顶不住高空抛物 暂时无法攻克他们 随后 莫独指挥大军环山而守 把刘邦围在了白灯山上 面对数十万游牧大军 刘邦就算强行突围了也难以逃脱 在被围了七天后 汉军随身携带的口粮即将消耗殆尽 估计马也吃得差不多了 刘邦怕匈奴人突然强攻 因而十分不安 他身边的陈平献祭 太使者下山面见莫独 然后找机会在暗中重金贿赂莫独所宠爱的燕汁 让燕汁劝输莫独彻为解兵 刘邦听从了建议 太使者下山 燕汁接受贿赂后便对莫独说 两个君主不应彼此困窘迫害 如今即使夺得了汉朝的土地 你也终究不能居住在那里 况且汉朝的君主也有神灵保护 网尼明察 燕汁的意思就是说 匈奴人以游牧为生 得到土地也不会南下定居 何必在此拼死相杀呢 况且 刘邦走到今天 一定是有神灵相助 让莫独放刘邦一马 史迹的这段记载 很多人认为并不可信 这里不过多纠结 既然韩王信 陈平的传记和匈奴列传中都记载了此事 这里还是尊重历史记载 不过 接下来的一段记载 应该才是莫独真正解围的动机 莫独当初与前面的赵王力等人约好了会师的时间 但赵力的军队却迟迟不来 莫独便怀疑他们又归降了汉军 怕他们什么时候突然与汉军合力来攻打自己 这才解开了包围的一脚 解开一脚这个可就又有说法 要是真想放了刘邦 直接全部解围退走不就行了吗 只开这一脚是要干什么 这里整理下已有的条件 刘邦已经被围了七天 他的数十万后续大军也快到了 这一点莫独也能侦察得到 到时莫独便会腹背受敌 而赵力的军队一直没有出现 这也让莫独更加有所顾虑 莫独不甘心解围而走 于是趁刘邦的使者贿赂自己老婆的机会 故意解开一脚 刘邦下山从这里冲出来的时候 在一拥而上便可将其活捉 这是短时间内能俘虏刘邦的唯一办法 刘邦得知山下包围圈解开一脚 他们可能认为贿赂成功了 于是准备下山冲出去 刘邦不愧为真命天子 当时正好遇到天降大物 视线严重受阻 刘邦起初也担心匈奴人有埋伏 记载他先派了少量士兵下山 在白登山与平城之间往来走动 匈奴人并无察觉 这时陈平请求刘邦命令士兵们 用强弩搭上两支箭 剑朝外遇敌 从解围的一脚直冲出去 匈奴人可能怕离得太近打扫惊蛇 真的就没有发现他们 刘邦等人趁着大物掩护 顺利逃出了包围圈 刘邦逃生心切 想要立刻策马狂奔 夏侯英坚决地拦住他 表示一定要慢慢地行走 千万不要惊动了匈奴人 刘邦于是一路战战兢兢地 往平城方向慢慢走去 匈奴人也始终没有察觉 记载刘邦刚抵达平城附近时 汉军的大队人马也赶到了 刘邦这才真正得到了解救 莫独也顾不上刘邦逃了没有 也全部解为向北退走 按记载来看 刘邦就一直蹲在山上 问题其实也不大 但他们与外界断绝 不知道援军什么时候能来 迫切想要逃出升天的心情 也能理解 随后 刘邦再也没了继续北极匈奴的想法 也下令收兵返回 命凡快留下来 平定剩余的动物 刘邦回到广武后 赦免了刘静 并向他致歉地说 我不采用您的意见 以至于被围困在险境之中 我已经把先前十多批使者 全都杀掉了 接着就赐给刘静二千名户 封绝关内侯 终究 还是如实汇报的十多名使者 扛下了刘邦的所有怒火 那么 本期到这里就结束了 更多精彩 有趣的历史故事 阿兴正在持续创作中 期待您的点赞和关注 明镜与点点栏目